連這個線紙都還在 只是建築物已經拆掉蓋大樓了 它是在那個就是 我們查一下它那個茶葉同會 就是在旁邊而已 對 那這裡有一個圖也蠻有意思的 就是當時茶葉 不同種的茶 運往哪邊 銷往哪邊 這是一個圖 然後像你看這個還有一樣的麥頭 還有就是茉莉茶啦 還是什麼不一樣的茶種 他就必須去做這個塗裝嘛 那這個現在大道澳城還只剩一間 還在做這個 做這個麥頭 因為你會發現現在很流行 直接就把這個拿來當招牌的 有沒有 你大概會有一些印象 可是以前其實是拿來塗裝用的 然後這個呢 是以前的一種包裝 這個 它這個包起來就是剛好是四兩 四兩的重量 所以這個叫四兩包 然後它攤開就是後面這樣一張紙的樣子 然後包起來就是這樣子 那以前就是包這樣一包一包 再放在茶箱裡面 然後再往外運這樣子 那這是一些以前的一些器具 然後這個是以前的海報 相關的茶的海報 就是在這邊還有茶罐啊 這些的 這次就是非常難得從茶商公會那邊 商界出來的 好 那我們繼續往這邊 那這邊呢